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那小伙伴到的機會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提供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 因爲我們之前去玩燕子屋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莫娘 因爲我們要幫莫娘燙茶燕子屋的狀況 黃銀可解樂可立消場 止血安泰 打擾 黑公子吃飯吃蘇州查法 可有什麼結果 沒有 聽說莫隆夫在河南 不如直接去找他 我給明白 我們再次去河南 莫娘三位學成學摩的全部遺書 不如還幾個月等莫隆公子回到蘇州 江湖恩怨是怎麼也理不清 莫娘 我只怕你記住 令尊要你來找我 就是不希望莫娘捲入仇恨的炫火種 多謝學情貝 多謝恩師授業 好我們會在市集這邊遇到王魚燕他們 聽說表剛來到河南 可是河南這麼大 該怎麼找 怎麼會找到的 木龍公子看到王姑娘 一定會很高興的 飛爺飛爺 木龍公子 只知道王姑娘一來河南就會高興 要是見了面 一定會欣喜怒狂 阿B雖然那種說話 難道三哥也瞎起哄 是王姑娘 找了 鄉長佑 鄧公子 你來河南的啊 王姑娘 真巧 怎麼要見面了 近來可好 也不知道表哥到哪了 為什麼會好呢 又是你表哥 王姑娘放心 木龍公子 一定沒事的 木龍公子 有沒有事 管你別屁事 你們再去跟屁蟲 老跟著我們 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便會 傳心跟著包兄 包兄台來到河南 曾經恰巧一筆 一次要求叫木龍公子 來到紫章我們家公子 可有什麼事 這位姑娘的父親 狠死家中 說是以彼之道 還師彼身 所以 其中 一定有什麼誤會 敢問一尊大名 王妖嶺 好像有個叫陰陽死的封號 她是長白山女士的門下 此外原是戰國扁鶴之徒 扁鶴南宜的米衣 紫陽最精通爭酒之術 又柔和點缺功夫 成了沙南沙里的絕技天地針 這門功夫 木龍公子是不會的 公女好事厲害 連我險些誤會的木龍公子 我們再去長白山 或許可以找木龍的蟲人 熊掌 熊掌 端公子最後打算 無需勞煩 臭小子 你到底有嗎 沒完 有梗島什麼時候 什麼 狂你是古書人 眼睛色瞇瞇瞇的盯著別人看 有 有嗎 你到底有沒有一點延遲心 你腦子怎麼教你的 此言差矣 荷蘭騎著包胸所有 回到荷蘭又何冒犯 飛也飛也 荷蘭曾當然 非方某所有 到荷蘭也非冒犯 不過跟著大家歸秀來荷蘭 卻是無恥之極 再下告辭 顯地 咱們走吧 咱們往東走 免得又碰上他們 走吧 三百三 這個 九尾之仙的目是 長空射驗 雷公子 阿姿姑娘 雷公子 可是想見方府的鐵塔 方大雄 沒有辦法讓公子進行方府 當真 在下用我其想 我從姑叔而來 到處尋我家公子 方大爺約我家公子頗有交情 會知道我公子的下落 哪這大同府的所謂狗眼看人滴 那麼雷某又該怎麼進去呢 我要半千金小姐 這樣少不了學生丫鬟 雷公子若是願意 我兩隻人可見大同府 我非女子整座丫鬟 男人奴婢恐怕也不得前門而入 公子放心 小妹一驚一龍之術 公子隨後走 便中去吧 公子面貌清秀 半寫姑娘家 盡視美人 姑娘過腳 為了換件衣服 打磨打磨才行 雷公子變得這麼漂亮 可要搶得風采了 怎麼會 阿豬姑娘已經喬妝 當時 變成嬌怨撫滅的美人了 喬妝後就變美人 那小妹喬妝前就是醜八怪咯 不不不不 姑娘喬妝前是清新婉約的美人 不同的打扮 有不同的風姿 哼 公子可真會講話 不過公子好像幫了這姑娘 說話可以壓洗一點 小姐說的是 咱們走吧 哼哼 哎雷兒 你看這大同府真是寒酸 害我們找我們住家的花園大 小姐說的是 可是老爺說放大眼哪是個當事英雄 老爺堅持要小姐 拿眼妝娘來拜訪這 小姐必領 真正好 博恩府 彭必身歸 請進 老爺 有貴的車關你 快去衝爆老爺 哇 姑娘 你美若的天賢 不知尊父是 家父 姓朱乃是姑叔的富商 裝作書籌 與古董的買賣 不過你可別誤會 比較可不想做什麼方夫人 比較可不想做什麼方夫人 家父喜愛 原來朱大小姐 原來朱大小姐 陳夢寧尊垂青 但是無功不輸入 以後兩方猛是不會輸的 今後另說有什麼困難 今晚來找我吧 方大也不會是當代英雄 不願說這贏萬兩 這麼多錢這種類人 待會兒送給陳女的窮人吧 雷爾 電路怪罪 可以幫我說明喔 是 聽說放大爺 有故說木龍公子有女交情 可是他身在何處 木龍公子才是真正英雄 扇子和討論天下武學 真正佩服 之後也別是五年 方某也想要跟他見面 各寫音訊全無 方大爺不知道啊 那麼農家告辭了 等等 大小姐可否 方大爺默虛多言 農家沒把大爺的心意 那家父雖要解救豪氏 附身女婿卻堅持要豪母之後 豪氏也有豪母之差 相信大爺是知道的 小姐露天 龍天上鳳凰 方某幾坎 高盤 我只求小姐能將雷爾 許配於我 啊 方大爺別說笑 雷爾吃我家丫鬟 你一貫娘都瞧不上 怎麼看得起一個丫頭 雷爾怎麼跟你一貫娘相提弊論 連日來到我大東莫秋心固然不少 但是只有雷爾 正門情形脫屬 我見到他就 雷爾和我情同姐妹 我也想要他有好的歸宿 方大爺當事當事英雄 他畢竟有些年歲 我等雷爾交給一個伯伯 確實有點難為他 不過 我也好好帶他的 什麼有點為難 是非常為難 小姐 請雷爾這裡表明意願吧 為他請我拒絕 我也要死心 雷爾 您可以願意交給方大爺 對方大爺盛情 這輩子第一次聽到 令我動心的姑娘 無論如何 請說個讓我實現的理由 法勒三選第二個 我乃一隻妖環 中生大事 也許主人同意才行 是的 是的 家後看到雷爾 如同女兒 我家回去頂到就是 他那裡弄了一死 得按理數 等於提親 我這福上在姑數哪兒 我住家可是赫赫有名的富商 放在人行之呼書千里之外 必可得知 雷爾 這法勒生給你 就當作定情物吧 這個 雷爾 放在一番好意 可別失禮了 是 都先放在耶 大小姐 別忘了在地墩面前 幫我們演幾句 死了後 我被你這貴婦拜訪 你永遠找不到了 如此欣賞方前輩 還拿到定情物 你有沒有 真的有點過意不去 讓公子嫁給他好了 我能拿而生了 真的 唉 霍燈駕駛的姑娘 竟比不過一個男人 二次姑娘 就別挖苦我了 哼 小妹還要去找慕容公子 直接告辭了 這次雷陣 貴多人是 老先生 可是呂家在哪 呂家 可是天地增的呂家 正是 老先生也知道天地增 呂家 呂家成是這裡的第一大家 誰會不知 不過八年前都死光了 怎麼可能 都是全是害人 呂非常 作為武林世家變霸 學人做官 搞什麼革新變化 還想造反 我的滿門操長 這位姑娘的父親 始於呂家的天地增 向呂家上有湖口 天地增這麼功夫高深玄妙 即使呂姓子孫也減少了希德 我還以為失喘呢 那也是白忙一場 不過話說回來 運尊並非呂氏 秋了天地增 正在江湖 沒有其他人會這麼功夫 現在唯一的線索 只剩金屬物事 這次 運尊可是呂家的人 這是呂家的家族標記 是呀 本人客也不會有的 這是惡人掉入的東西 惡人行軍後 正反家巡迴這東西 向呂家父的仙殿之名 吞怒負重 管他有沒有火口 朝廷山那記不亂倒 這東西腳快丟了吧 免得自己沒有火口 都去老先生 我們一直會小心 天下之大 又要如何找到熊手 無論上天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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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羊怎麼了 可是累了 不會 牧羊可不應稱 量化身子 讓我背你吧 罷了 我總問你便是 啊 遇到我算你們腦沒 請我們困難凱 否則修困雷某不客氣 害你樣子 好像會有點武功 正是 快想跟照下交流 不想 乖乖束手就擒 不然姑娘 要因你而死 你這胡子傢伙 人姑娘就要做人子 一點江湖道義沒有 老子一向不講江湖為道義為榮 先把病人放下吧 這 你可以保證不是要跟姑娘 放心 老子不守道義卻守信用 姑娘這麼漂亮 那就做老婆 有啊 史詩別人強 復仇未報 過年莫心聲啊 你別殺我姑娘 我把病人放下便是 公子前邁 如然之輩 什麼會放過你 這裡又擋著 兄弟請照顧姑娘 就算他在我隊伍啊 呵呵 怎麼那麼痛 欸 我們在速度見過面 兄弟的手受傷 手挖上的疤 不打緊的 查理政 貴弱人士 新的兄台相助才得會脫險 敢問大名 小姐簡介在心 已丟他的回報 再下喊一回 這件小事 光子別放在心上 好某上有要事 最先告辭 只能是豪傑 好想與他結交 好 卻可無機會 請接此英雄鐵 乃至宣誓你所發 由聚賢莊召開 英雄鐵 課課內容 銀豪倩鐵 變形駕鄰聚賢莊 炎王迪宣木華 優勢雙雄聯名 是為甚麼會發英雄鐵呢 是為三頭如何討伐喬峰那惡賊的事 請英雄勿必倒 如何 兄弟要去祭賢莊嗎 即使三頭對付大惡之事 我不想參與 賢弟 您呢 嗯 我們要選四 去 我又瞧瞧情況 嗯 那你和我在此分道 兄弟想我哪有去的 就讓荷蘭的名勝古蹟 遊賞遊賞 順道跟客人無人遇上王姑娘他們 那麼兄弟也會小心 嗯 賢弟也是 希望你不會與大哥為難 希望你不會與大哥為難 好 好 雷陣雷大俠賣裝 請進 雪兄 尤家兩位老弟 見得邀請各魯英雄賽斯 可是為了武林中 新出了這個禍財 喬峰嗎 認識為此 貴邦若衛長老一起降臨 卻是武林大姓 撲殺者翻狗 不須得到貴邦租長老點頭 或者其什麼誤會 上了和氣 大家未免暴憾 唉 只能上心並狂行指快長 本來嘛 他成為貴邦 離過不扯大功 變得最近 他們物中 奸人暗算 也是他出手相作 但他是我大宋的死仇 貴邦若長老 誰都說過他的好處 卻不能以私恩回廢公義 常驗到大贏面期 眾味燒邪禁武器 點老球一眼 哪個混在東前 敢說不敢現身 快出來 一家高下 楊克哥 有人賦予說話呢 聽說對付這種人 只要升級說話時 也能一大喝一聲 變得碰他的法 嗯好 我來試試 好 鐵大火出了這口惡氣 喬峰賣莊 這個英雄 是真的太大了 換成這個來了 有請 我聽到 學成衣 有四兄弟 在舊全帳擺著英雄大燕 小鳳不死於忠遠豪解 奇感厚遠前來敷衍 這次 今天有提示 相救的學成衣 小胸有什麼事 要摘下效勞 整衣摘下行事路馬 內得的小姑娘 中別人的殘力 身受重傷 當今世上 除了學成衣外 無人戰了一德 事不宜揣滅冒 這位姑娘尊行 我的閣下 有何瓜葛 你可是姓朱 我姓卵 像誰 她原來姓卵 我是此刻才子 如此說來 你看這位姑娘 並無聲交 她是我一位朋友的丫鬟 閣下那位朋友是誰 想必閣下情如苦肉 否則整爐子退來 那位朋友 何果只是神交 從來沒有姓公命 這個姑娘都不是附得太寒 成唐弓的智商靈藥 弱得割起來 內裂天下續命 早已死在全被打死的 全此打死的大力金剛長下 事實上有何人 事實上有何人 大金剛長 除外 你前路少林是害死 我懸苦師兄 曾擋過我方丈師兄的一場 大金剛長 我方丈師兄那一場 又打在這小姑娘身上 他整得活命 懸苦大師是我的恩師 我對他大恩未報 你看自己的心目不在 你就不能以一詞 家喻恩師 你還想你啦 那位魯趣少林針 這件事難道也不是你幹的 大師兄在張 在下魯趣一位少林高針 趕快跟高針是誰 小兄姑聲音的 昨晚進少林出少林 自身毫髮不傷 居然還魯趣一名少林高針 這可其了 這 不管怎麼樣 這小姑娘 總不是有放上師兄手上 想我放上師兄 也絕對不會和他一般見識 先是放上師兄 也絕對不會和他一般見識 先是放上師兄 先是放上師兄 此被為害 絕不能以重手 傷害這一個小姑娘 都扮成了冒中 上林師的高針 招搖撞騙 胡亂出手 如此說來 世上軍還有人 是這門大力金剛掌 而此人下手之死 受了什麼阻擋 張力下手十字起吧 是一段姑娘 才不當場秘密 此人的張力雄魂 這小姑娘 那實在大力金剛掌力之巧 有個少林怕你面子不太好看 聽你全身音慈悲 那人是個青年公子 小姑娘是英俊瀟灑 因為二十八九歲演技 我和這位大哥 小大爺 在店裡談論 薛神音的衣術出神入化 別墅屬於舉世武雙 聖血之空前絕後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但是我說的 世上只有這位 欸薛神音 大火也不用學什麼武功了 小大爺問到為什麼 我說打死了人 薛神音都能救活 那我練以前學技還有什麼用 你殺一個還救一個 你殺兩個還殺一雙 大火這不是白淚了嗎 林中有個公子爺 一直在聽我兩個說話 忽然冷笑 尖一下掌力 大多輕飄飄的沒有真理 那信學的醫生 又如此爛得虛名 我這一掌喬喬治的好嗎 他說這句話 就像我一掌的林空極懶 我竟然和我隔宿上緣 只到他是水果說笑 也不以為意 他就伸手擋架嗎 不是 喬喬大洞的神馬打架 那個青林公子就傷不到我 喬喬禮我身遠 來為己相救 機毛提到椅子 走河裡自然 愛得盡也死 沒有嚇到好處 急性咔咔音聲響 那椅子已經被青林公子的掌力 急破 那個公子說蠻狗人明明的書作畫 而這手段功夫卻一點也不能明明 我當時覺得全身輕飄飄 好像飛機雲端一樣 半分力氣也無 直接那個公子說到 尤其叫薛承伊 多方翻書 先練上一練 日後替玄尺大師鎮傷死 就不會手足無措了 最後一句話什麼意思 他好像是說 竟然用這個金剛掌來打傷玄尺大師 蕭蕭雄之才說到 如果有冒充少女高震重撞騙 打傷這個姑娘 這位姑娘就說打傷是個青年公子 到底誰都畫對 他有點像黑狗 宰來吃的 蕭蕭雄日後不敢萬大德 日後不敢萬大德 難道今日 你還想能活出走出這距離懸中嗎 是活的出去也好 死的出去也好 那你敢問要這麼做 最後姑娘的傷勢 終於清理醫治才是 我為什麼要停下至少 就連一命順暢氣氣糊塗 薛承伊 在五年中廣行功的 雙方正會姑娘無骨少命 想不定能打過先生的徹隱之行 不論是誰帶姑娘來 我都給他醫治 單單就是你帶來的 我便不醫治 終於今日 絕機在繼續現狀 為了商討對付喬某 心巧的豈有不知 哎喲喬大爺 這樣如此 你就不該為了我 到這裡來冒險了 我想終於都是堂堂丈夫 事非分明 要殺至何甘心 甘心的 是喬某義的 跟這位小姑娘 絲毫無色 學生神 將痛苦 喬某自己 牽扯到軟姑娘身上 給不給人治病救命 全憑我自己的喜怒好惡 其實旁人強求得了 喬某 你最大惡情 我們正在商議圍捕 要將你亂刀分屍 敬你的父母師父 你自己送上門檻 喬大爺 你怪事情逃走 沒有管我 他們跟我無怨無仇 不會害我的 大丈夫 生而何患 死而何懼 你們都說我是氣淡人 要出我這心腹大患 是氣淡的還是悍的 喬某此刻自己也不明白 血水瘾 他弄我是悍的 你已經如此度我 喬某氣淡上罷了甘休 他弄我是氣淡的 絕以大宋好解為敵 第一個必要殺人 免得我傷一個大宋英雄 裡面救一個大宋好漢 是也不是 胡說 不管怎樣 你們都是要殺我的 我求你今天救這位姑娘 命還一命 喬某 永遠不動一個好毛便死 老夫平 生平救人治病 只有受人求可 從不受人褲褲褲 脖破 一命華一命 甚至公女 也能說不上什麼 來人 許久 這裡眾家英雄 對我喬峰王樂救教 今天既有劍儀之律 怎麼剛被絕交 男友朋友 有殺喬某的 先來隊一晚 從此以後 王樂的交情一筆夠小 我殺你不是萬恩 你殺我不勝負義 黑林 那你們是多年好兄弟 想不到以後 才能冤枷對頭 乔凶甚至知识在他早有所闻 但是便伤了我的头也不忍心 其次果然如此 若非为了家国大仇 白世间宁愿意识 又不敢由乔凶为敌 持节我所生之 待会话有为敌 未免恶肉一场 乔凶有一丝风托 但将要和国家大义无舍 白某自然遵命 盖帮中文兄弟 不能乔凶帽席日 也呈稍微微老 请照顾这个姑娘平安周全 乔凶放心 白世间宁愿意识 此与益姑娘弄三场聊短 白世间自闻一切乔凶病死 如此兄弟多谢了 乔凶 今天该帮你和你划情界限 帮助 哎 小风 我先干的 哎 怎么会这样 喝吧 小风 今天就叫你擦尺 难逃 都说五一 先干了 先干了 先瞧的 我来跟你喝一碗 小某天下英雄喝着绝交酒 乃是将往日恩义一笔勾销之一 凭你配合我喝着绝交酒 哎呦谁 我该不该喝这碗绝交酒 我没存到党 我没存到党 算了 大哥 你的事 这是我的事 我和你同当 三弟 好 你这是我的好三弟 来 八九收了 哪一个星来绝与死战 对出了 对出了 到他里面 小风 接我的招 应该不用攻击 就被打死了吧 你这游戏要杀乔峰 你还要练功练很强才有办法杀得了 乔峰很强 你这两只 我也帮乔峰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顺便练等 哦好痛 这又靠乔峰升级的啊 这又靠乔峰升级的啊 啊 哇 强 起呢 我就 人打五场吧 这第三场 這要打到幾次 咱們走吧 大家出力 纏住他 這萬惡不射狗雜種想逃走 狗雜種第一個拿來開刷去 小心 巧風 巧風太強了 哈 吃燒鴨 我來領教 領教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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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家兄弟 何苦如此 把他们围起来 被他们跑了 我今天逃不了 累秦里我陪同 如何跪得去 去吧 他能平常逃出吗 我们达成了 我们达成 达成了 难道我没有触发吗 有啊 诶 难道没出发吗 不会吧 真的没出发 这一个 臭小子 帮我去客栈买一只烧鸭 这些有名有幸 贵宙人士 雷真是也 废话这么多 老头要你帮忙 到底帮还不帮 老先生 你的生意我拿来的 现在当我进门中 一起的人越来越少 如果我孙子还活着 越来这么大了 小子 小生爷爷吧 那怎么行 照一下自有父母 怎能随便认爷爷 臭小子 认我做爷爷可是委屈你 又不是叫你认贼做爷爷 多谢老先生的后患 我本来是后代 不敢忘祖 更不能为家父多认了爹 我把你老子 认我做老子 他只会感谢你的 老先生所言 是也是利 我没告诉 慢着 不叫爷爷 老头可要断出了 我没不想事与老先生 请到别说找孙子吧 哎呀 别看我一把年纪 等会打得你叫爷爷 那母亲要被打死 也不会随便认爷爷的 最像的家伙 叫我做爷爷 可是有好处了 我死都不怕 其后会有一点好处 什么一点好处 是大大的好处 臭小子可知张娘帮老人提携得到自私宝典 祝汉高主推方暴情 老先生可知暴情为何能见面六国 一同还愉一时冷浪 祸患无穷 没想到你这小子有这般见识 不管威胁或利流 怎样都不肯低头 盖方论这样的汉子 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 我没不肯得罪 婆婆妈妈的 我先动手 重点不是要叫爷爷 爹 为什么觉得好像很强 这个要打赢 现在我们用北米神弓吧 我且没有了 我可以或订在干架里移着 我来 噢哈哈他給我補血 好 哪一呢 真是奇惨 天祝我大宋 快拜我一次 入我丐幫 站下去藍醫生 時不想多說束縛 唉 要不過你 我的大宋這些都罷 老頭串令打狗辦法 降龍十八場中的一掌 指望小子能助我丐幫 大宋為難 丐幫總是暗中救援 實施國家支柱 寫出丐幫 真是義不容辭 老頭知道 你有幾次做我丐幫 剛前面的丐幫 就跟什麼關係 小子就別問了 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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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回丐幫吧 黑老弟 你也在 顧客也不是長老之頓 丐幫搞成這樣 小幫主走以後 幫你找到合適的人選 這樣全弄我無所啊 你還讓他做幫主 小幫可是氣當狗賊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氣當狗賊 我只曉得他是頂天烈地的漢子 住口 是漢人也好 小人也好 幫主的位置 絕對不能讓氣當狗賊來做 師叔教訓你的事 望師叔站在幫主支持 我都一把年紀了 太嫩活緊了 你每次老頭子 該想想往後誰人代理 我妹常愧 不肯滿訪師叔 五個戰狼 可不然改幫拜在我們手裡 你們好之為之 還有信蕾的小事 說過的話 可得記得 沒什麼 把鞋片壓在下 別處太多燒壓 蛤.. 我的家裡 我的家裡 怎麼怪我幫你 想想如何突嚷才是 Z 不准力 明快快還不用管我 去挺高主攻要請 但 啊 這這位王爺的護衛 站在這了 雷少小 雷少小開始小金湖豐豐豬領袖王爺報徐 說是大惡人追來了 欸我快受傷了 我馬上被打緊 就請雷少小快去報徐 好 兩位保重 好 接下來就是小金湖的方竹林 的事件了 那我們 這一集先到這邊好了 我也該休息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HL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記得收看囉 掰掰